我们谈谈车股 有个朋友有三个车股给你选择 就是吉利、比亚迪和永达汽车3669 就是4S 就是汽车服务相关 这三个车股你怎样看呢? 其实吉利很明显是反对的 你见到吉利近段反弹 相对联络比较弱小一点 变成有波幅 没什么升幅 而且是反复压下来的一个所谓的趋势 我们会见到吉利老实说 他最新一期的所谓的极黑的销售量 其实来说都不是特别出息 这个我只是卖6000价左右而已 我们就是说如果他那些新的新能源汽车的举陀 其实是爬波爬不上 那你就会被人严重地定义为 是一个传统型汽车的企业 这个PG其实来说是不断压下来的 也就是说吉利已经是三番四次 是有年度的所谓销售数据 其实是拭不了所谓的前波的了 那如果你是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上年又说卖163万架 最后只做了130多万架 那现在又说相对一个 130多万的新的基数 然后又说是会增长20多% 去到差不多160万架 那究竟我信不信你呢 那这件事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我们会看到 在1月份的销售数据里面 其实都暂时我明白 是有新年基数的效应的 但是问题我们就是说 都不是特别出色 老实说这个 但是都不要紧要 但是如果你给回三四个月的时间去 我们是撇除了农历年的一些的时间 错配的那些问题 我们去到三月或者四月 完全没有什么的所谓的 就是借口理由的月份呢 如果那个销售量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 是比较差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那个股价 那个心理和一个正常的压力 都会伤得比较大 那所以你看我的语气呢 就说到我是偏向是比较利淡的 吉利 那至于就是说 第二只是比亚底 是比亚底 比亚底 那如果是比亚底 是比亚底是吧 是 没错 那如果是比亚底的话 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 而且我觉得那个的 是所谓的冲击仍然相对比较大 因为都重复过很多次就是 第一 它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举震 就是处于一个爬坡的跡象 而第二就是说 我们会承认它由高位都跌了两成多 那可能一跌 你知道那些人一跌就怕没有前途了 但是我想那样东西 如果它自己跌了那么多 特斯拉是一跌都没有跌的 你都还可以这样说 那我们在说就是说 新能源我们已经有个常识 新能源汽车的常识 就是一个增长很快的一个所谓sector 都有前期的sector 这个增长前期sector 最受惠的特斯拉 它的股价都一样回这么多的 甚至如果以弹计最高最低位的角度 会回率比比亚迪更狠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比亚迪这样回复的算是比较硬正的 老实说这个 所以我对比亚迪来说是会有一个比较善意的 或者是比较支持的所谓的一个态度 那当然由于价格跌崩了的价位要反弹 可能弹到某些所谓的价格率 其实都可能会有阻力的 所以我会期待给亚迪就是说要重拾一个直线向上之路之前 其实都要面对一定的阻力 譬如说说好像这段浪那样 你升到可能250多或者255元 可能就有阻力了 这些自然的阻力 那最后就是说 速庭就永达汽车就是属于4S类的 就是汽车销售的股份 那我们在香港其实做一个是所谓的4S类的股份 就预计了那些波幅是相对比较大的 每次一吹淡风 又说中国的汽车业去到一些止浪的所谓的低潮 或者有一些销售的压力或经济下行的话 4S店一向跌得比较劲的 就不理你偏言坚依那些东西的 甚至就是每一潮洗尽完华 每一段浪里面都会有牺牲份的 正如我们看到其实以前有一些 大家已经说不出名的那些汽车4S的公司 那其实现在已经的股价是跌到是残了 或者直接是可能要被接管 有些公司都是这样的 每一潮都有些牺牲品 其实是洗了出去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板块 一向我会觉得呢 如果连最龙头龙头 你买都会输钱的话 二三级别的那些股票 其实你风险是很大的 所以在香港里面 如果现在是真正有规模 有质力的 要见得下人的股票呢 其实来说倒回不是荣白 倒回是只得到这个东升 八百一东升和这个美东汽车 只得到这两只 那我会觉得 与其是花点精神去搞二线的永达呢 那不如研究一下 东升或者是美东汽车 有没有一些相对高低位 指浪的投机介入的机会 那我觉得好过是做永达的汽车 因为最后评论一句 你见到技术上面 永达每条幅度大之余 它那个所谓派发的 或者移动平均线那个 是劣势的排列 其实来说是严重过中升和美东的 那既然美东和中升 技术上都好过永达 兼且fundamental或者盈利规模 也是大过永达 那没理由我不选前面那两只 如果你真的要做4S的股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